新婚小两口刚举行完婚礼,回到家就被人一刀割断喉咙,惨死在了刚装修好的婚房内,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可怎么也等不到厂长。 平时厂长从不迟到,于是厂里就派人过来查看,到了以后就发现了尸体,就在警方焦头烂额之际,就在 新婚夫妇被杀案,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脂印,从现场痕迹可以看出凶手十分慌乱,随后对附近邻居的走访中,一名老太太在案发时,曾看到一名陌生男子从楼道里走出来,但当时天色比较暗,老太太并没有看清那名男子的长相,第二起的出租车被杀案,法医通过尸检确定,死者致死原因同样是颈动脉被割伤,导致的失血过多。 两起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换策略从别处找寻线索,凌晨蒋队正打算收车的时候,一对妇女上了她的车,看两人不像坏人,蒋队本来是不打算拉他们的,可男人却说自己女儿肚子疼,无奈蒋队只好拉上两人,可就在车子走到郊外 即可最好 相信她是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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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赶到现场后对报案人进行询问 从大妈口中得知 早上他正四处找狗 哪知在桥洞下就看到他在拱着什么 走近一看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于是他赶忙报了警 随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如此恶劣的杀人事件再次发生 瞬间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这天晚上一个醉汉在回家的路上 竟听到了远处传来了两次枪响 怎么叫都没反应 他急忙跑回家将事情告诉了大人 随后警员老张和小庄队案发现场周围 进行了走访调查 他们在最近的一栋楼里打听到 原来两夫妻早上起床 就发现自家的窗户被打了个洞 本以为是哪家小孩子调皮 哪知道在婚纱罩上 竟然发现了一枚镶嵌着的子弹 见此情况他们都觉得事情不简单 便出门寻找警察 因为两人是今天早上 事检报告 可以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晚上12点左右 两名死者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刀伤 通过伤口比对 确定出自同一把薄刃刀具 而这两起案件死者所受刀伤 跟15年前的两起案件高度相似 只是最后一起案件 致死原因并不是刀伤 而是头部的枪击所致 警方从死者头部 以及新婚夫妇家墙上的提取出了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15年前的杀人案时 一定要带上自己 小庄知道老张曾经是蒋队的徒弟 当年如果不是蒋队让他在家休息 可能那天他也难逃一劫 因此老张对于蒋队的牺牲 一直耿耿于怀 见小庄如此认真 老张带着他来看望蒋队的母亲 并从蒋母的家里找到了蒋队的遗物 在查看遗物时小庄在口袋里 这些此人就是凶手的同伴 既然同伴受了伤那一定会找地方看病 想到这一点老张带着小庄 找到了案发附近唯一的一家诊所 从老板天博那里得知 诊所是15年前开业的 可当老张问到他是否知道 当年的交通事故时 老板却表示自己当年还小 对那件事情也不太清楚 只记得当时是平安夜 写完作业他们就睡觉了 见没有的有用的线索 两人就离开了诊所 当年他晚上开车已经十分疲倦 再加上当时晚上天太黑 就光看到了一个车尾灯 撞上去后他整个人都是猛的 也就没看到发生了什么 当年副驾驶上的血迹 经过鉴定确定不是蒋队的 当时蒋队是死在车外 那么就可不可以 天博异常的行为 让小庄产生了怀疑 于是赶忙回到警局 调取了他们的档案 然后二人就连夜找到了 天博的母亲 当年他的母亲带着存折 而如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初步判断杀害蒋队的凶手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就是离手啊 车祸发生时他没有在车里 事后跑到车里就出了同伴 然后将同伴带回了天国家治疗 这些人都在车里 喝多了酒不依不饶的闹事 甚至还跟警员动起了手 警方将所有人都带回了 再次爽快地承认了一切 本以为蒋队被杀一事也能水落石出 哪知男人咬死不承认 表示自己只做了这两件事情 男人的回答让老张爷匪夷所思 难不成还有别的凶手 晚上小庄拿出小匪的日记本查看 竟在里面发现了重要线索 原来当年李守望搬家钱 他的母亲带着两包烟和一笔钱 找到了李守望 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秘密 原来多年前李守望曾就吓过他 因此他对李守望 在湖心的小船上 说出了埋藏在心里的地点寻找 在湖心的小船上 小庄见到了儿时的好友 他迫不及待地向小匪求证 李守望杀人的事他知不知道 小匪没有回答反倒询问他 他从来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假质 可他却主动给小庄看了 为的就是想问小庄一个问题 平安宴那天你去了吗 小庄像个土豆 看小匪哭得那么伤心 小庄从怀里拿出了平原烟的包装 抬头的瞬间小庄呆愣当场 其实小庄当年同样义无反顾地赴了约 可到最后他却不知为何 没有向小匪说出真相